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晚餐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川普在谈到去世的前总统老布什时说 他是个很棒的人 我们都会想念他 他度过了充实的一生 并为他人做出了表率 当被一位记者问到 他是否后悔曾经批评老布什和他的儿子 美国43任总统小布什时 川普没有回答 川普在谈到12月1号的晚宴时表示 我们失去了一位总统 这确实会令晚宴失色 据报道 川普总统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时 对记者表示 他和习近平在G20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 共进晚餐时 双方都只会带一小组顾问出席 两位领导人将在席间讨论贸易和其他问题 川普说 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会面 据报道 按照白宫公布的复验名单 贸易政策顾问彼得纳瓦罗也会出席 在与中国的贸易议题上 纳瓦罗被认为是川普团队当中最鹰派的成员 报道称 美中两国许多重要的商界领袖都希望 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 能够达成某种停火或局部的协议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